大家好 欢迎回到宏文经学的课堂 在上一次的课里面 我向大家介绍了凯恩斯主义和凯恩斯模型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财政政策的效果 在经济学中 我们提出了一个变量 叫做财政开支乘数 用来衡量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那么财政开支乘数 它等于相对应一块钱的财政开支的变化 产出的变化有多大 如果说这个比例越大 那么我们就认为财政开支的 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大 那么在上一节课学习的基本的凯恩斯模型中 可以知道财政开支的乘数是一除以一减掉 边际消费倾向 那么这个数字呢是对于政府采购适用的 而对于政府减税的这样一个政策操作呢 它拉动经济的乘数呢 就变成了边际消费倾向 除以一减掉边际消费倾向 那么很直观的 因为我们知道边际消费倾向是小于一的 我们马上就可以判断减税 在基本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 它对经济的拉动要比直接的政府采购 较小 这是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 如果政府拿出一块钱去采购一样 谈品 那么总需求就上升了一块钱 对经济的拉动 第一轮拉动就等于一块钱 而如果政府把这一块钱通过减税 返还给了家庭 那么家庭往往会 只消费这一块钱中的一部分 也就是边际消费倾向 这部分的额外收入 余下的部分就成为了家庭的储蓄 因此减税对经济的最初拉动 是小于一块钱的 累积下来 那么政府采购拉动的经济的比例 就会大于减税拉动经济的效果 那么在现实中 对于政府开支的乘数的大小 有很多的争议 比如说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个乘数 可以达到1.5或者1.6 也就是政府每花一块钱 GDP可以上升1.5或者1.6 而在另一个极端 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个数值其实很小 甚至可以是零 尤其是新古典主义传统下的经济学家 普遍认为财政支出的有效性是很小的 他们从几个方面来认证为什么这个作用可能是很小的 这里我们介绍三种机制 第一个机制是永久收入假说 这个理论是由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布里德曼提出的 他的理论认为我们在决定消费水平的时候是考虑到我们长期中的收入的分配问题 如果某一年里边我们通过减税获得了额外100块钱的开支 那么呢我们并不希望说在这一年里边消费会有很大的上升 然后之后呢又回到之前的水平 消费者通常会希望消费的分布比较平均 因此你会希望把这100块钱的额外收入 摊到之后的几十年里面去 因此政府的一次性的财政政策带来的收入变化 相对于每一个居民的医生收入来说 它的影响是很小的 因此财政政策 它对具体的个人的消费和其他的需求的拉动是很小的 也就是财政的成数 支出的成数是一个接近零的数字 好 第二个论证财政的作用比较小的理论是几出理论 通常很多政府在需要进行财政扩张的时候 并没有 存下钱来做这件事情 而是需要向金融市场进行融资 或者借钱来做财政的扩张 那么在金融市场里边 私人企业和家庭也在借钱来进行投资和消费 在政府进入这个金融市场之后 政府的融资需求就和企业和家庭形成了竞争 因此在需求上升的情况下 借钱的成本也就是利率会被抬高 高利率会倒过来抑制 居民和企业的投资和消费 因此一方面政府通过借钱提高了政府的开支 另一方面利率的提高抑制了消费和投资 所以可以认为是政府的 支出增加 挤出了私人的企业和家庭的开支 在这种情况下 总的需求的变化 并没有政府的支出变化那么大 好这就是挤出的理论 第三种理论是基于家庭部门的预期 在这个理论里边 假设政府举债来进行减税 事迹家庭进行额外的消费 同时政府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减少 政府的限期开支 那么如果一个消费者他足够理性 那么他会预期到 因为政府现在出现了收入的减少 将来为了弥补财政上的赤字 他必须在未来进行一个征税 因此消费者考虑到 现在的减税要被将来的征税所抵消掉 消费者在整个生命周期中 他的收入其实并没有一个大的变化 因此消费者不会对这样的 短期减税做出任何的反应 所以在这样一个条件下 财政府的财政支出 对支出的影响也是很小的 对经济的拉动也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虽然 强调新古典传统的经济学家 认为财政政策对需求的拉度很小 他们有时候会认为财政策可以去增加 经济中的供给 具体的说 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可以增加整个社会中的 增产资本的存量 可以提高潜在的产出水平 第二通过减少 劳动的收入所得税 和资本的收入所得税 可以鼓励家庭和企业家增加 对劳动和资本的供给 因此总的产出的供给会提高 所以 有一些经济学家就会强调 采取减税的方法来提振供给 但是并不强调对需求方的拉动 在实践中财政政策也有很多 不灵活的地方 比如说在进行大的财政扩张的时候 需要规划论证和拨款等等的 一些程序 因此财政政策从构思到实际起作用 可能有比较大的实质 在美国的数据中 2009年美国推出了 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 然而一直到2013年 也就是4年之后 在这个计划中 只有5338亿是被分配到各个州 其中5124亿是真正的被划播出去 可以看到财政政策 它的实施可以存在很长的一个实质的现象 在今天的课中 我向大家介绍了 用财政支出乘数来衡量财政政策的效果 这样一个方式 之后我们讨论了不同经济学家 对财政政策的效果大小的一些争论 因此 总的来说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财政政策 对经济是有一个提升和拉动的作用 然而 具体的拉动的作用有多大 是存在争议的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课程 我们下节课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